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EY学堂 今天就要跟大家开个号外 因为既香港楼价指数又有更新 另外星期五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 就出了声明,所以有个紧急的资讯 要跟大家分享 题目就是利率讯号急转,不利短期流市 或者我们先回顾一下过去两个月的 楼价的变化 大家都应该记得 我们在2023年1月15日 就有制作过一个短片就是说 微观楼市短期预测楼价反弹 楼价指数在去年年底 12月23日公布 有关12月18日的CCL的楼价指数 就去到156.37之后就有回升的迹象 这个就是我的分析 主要是因为银行同业拆息 HIBOR急跌的原因 那就不出所料了,大家看到了 由156.37开始就持续走高的 而且按升期的变化是一浪高于一浪 所以我就又在过了一个月 在2月12日我就开了一个号外 就说CCL重上160的心理关口 那么当时就是刚刚公布 有关1月8日的最新CCL楼价指数 就是突破升上160.73 那就首次是准确预测了楼价反弹了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160.73这一点 那就是第二浪的高位 已经按升期是上升1.2% 比起一个月前是上升0.6% 升幅又多了一倍了 那时间过得很快了 转眼又去到3月了 那么我们看到3月的一浪 再要升幅按升期2.1% 那么这个如果更新到最新 刚刚刚昨天公布 就是3月10日公布的CCL指数 就代表3月5日的那个星期 那么它就冲上164.59 那就持续向上 在过去两个月都证明 是有关楼价反弹的预测 是高度准确的 那么随后有网友问 关于为什么HIBOR又会急跌呢 那里面牵涉到 就除了美国联邦处备局的 加息减息信号之外 也都是和HIBOR和LIBOR的 的息差有关 那如果没看过短片的 大家也可以从瘟以下的连结 那大家看到HIBOR和LIBOR的 的息差图 那就是和预测的数据吻合了 就是由去年的12月16日的高位 5.41厘就出现高过LIBOR 所以有一个无风险 息差的套利机会 所以市场就是会 因为套利 令到HIBOR就回落了 所以在这里 5.41厘跟当时LIBOR 约磨4.8厘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息差 所以随后就回落了 那这个正正就是HIBOR在这段时间 就出现急跌了 由约磨5.41厘 一跌到2023年 2月12日的低位 只有3.42% 5.41厘和3.42厘下了2厘了 但是上星期的短片也有说 因为它又跌过了 升就升过了 跌就跌过了 所以现在就变成了 有个正息差 就是LIBOR 和高过HIBOR很多 所以市场也会有套利 套腾的活动 所以就看到HIBOR 就开始回升 就追上去了 那这个现象 你就会看到 也反映了 就是香港的楼价 开始升幅放缓的 其中一个主因 由于这个正息差 仍然存在一个相当大的幅度 于是还会继续 HIBOR要追落后的 还会上升 但是除了要追这个息差之外 更加重要的消息 就是刚刚的这个星期 美国联邦处备局主席鲍威尔 就开了一个 白布会 那里面就有一个重大 关于加快加息 步伐的声明 所以如是LIBOR也扯上了 所以LIBOR扯上 也如是HIBOR也会跟着上 那我们看看 是鲍威尔究竟基于什么原因 认为是需要加快加息的步伐呢? 那当然了 联储局加息的主要目标 就是想压低通胀 所以鲍威尔主要的言论就是 近期的数据反映 美国的通胀情况可能会转差 比起之前说通胀已经见顶回落的势头 有所改变 所以就在议息会议前 就向记者提出有关 加快加息的可能性大增 就变成非常之鹰派 所以市场人士在过去两天 就纷纷都是掉头预测 到3月底议息结果 美国将会很可能加息半厘 比起原先说是会放缓加息 只加4分1厘 出现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差了 所以大家可能看回这两天的全球股市 包括恒生指数 都出现一个快速调整 就已经可以看到市场对联储局 会加快加息步伐的忧虑了 所以如果一旦美国真的落实 加快加息 似乎HIPO也将会再多添一重的压力 需要跟随美国加息 就会出现可能流市不单只升幅放缓 甚至是由升转跌的 那究竟为什么美国通胀的数据 是说变差呢? 这里有一些资料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近期的数据是相当混乱的 无论是通胀数据 还是就业数据都有好有坏 甚至乎是随意解读的情况 我们先看看 就是美国的通胀的分类变化 这个情况其实都正如我们之前 一直跟踪有关美国通货膨胀率的变化 所讨论就是燃料 绿色柱和粮食 黄色柱基本上在7月过后 都已经由高位回落的了 尤其是燃料 大家如果看看有关布特兰的石油价格 要组成部分里面 反而现在最大的隐忧 反而是蓝色柱就是服务行业 服务行业其实货物通胀已经收缩得很快了 所以反而只剩下蓝色柱的服务业 仍然持续都是上升的趋势 而鲍威尔的发言正正就是说 通胀数据可能转差 就是因为有关服务业的通胀 可能进一步恶化所带来的隐忧 所以似乎要理解究竟 什么时候导致服务业的通胀压力 进一步转差呢? 大家可以再看就是将服务业的通胀 再分散成药幕里面的六大类别 你会看到租金就是一个最难克服的问题 到现在仍然持续直线向上 所以租金还是非常高的压力 但是鲍威尔也已经说了 其实美国楼价已经开始回落了 所以租金的压力相信也应该有所放缓的 其他比如说大家看到就是黄色和橙色 都是和能源有关的 其实都已经快速收窄了 但是包括比如说汽车保险 绿色又正在增加 还有就是其他的部分 比如说医疗或者其他的服务 你说为什么服务业的通胀会恶化呢? 大致上的理解就是因为劳动力不足 工人不足 这个其实原因也挺清楚的 因为疫情爆发了 很多人就是离职 大家如果还记得 我们也有短片介绍 所谓疫情爆发之后出现的大辞职潮 大辞职潮就导致劳动参与率急降 疫情过后现在市场就开始回复正常 急需回复人手 但是就找不到足够的员工 所以就都合理地解释了 为什么服务业的通胀势头 似乎很难在短期内可以压下去 当然了 稍后会和大家说 最新的劳工数字也有少少好消息 里面也说是劳动参与率的最新数据 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通胀率其实很快就会公布了 3月14日下个星期 美国就会公布最新的通胀数字 到时就可以有更加准确的资讯 去了解究竟通胀惡化成什么 为什么联储局要放风 变由甲转英 说会加快加息的步伐 究竟服务业的通胀 比起预期会差多少呢? 那下个星期就会揭晓了 但是起码现在我们看旧数据 都可以看到本身 这个都不是新问题了 过去在2022年底 都已经是出现的情况 只不过我们看到就是 劳动参与率的问题 现在开始困扰美国在疫后 想恢复经济的时候 所出现的一些矛盾 最新的劳工数据数字 是有一些好消息的 这个2月数据非常新的 就是刚刚昨天才公布的 2023年3月10日公布的 最新有关失业率 新增就业职位的数据 里面当然了 其实就有相反的讯号 也都是令到部分的分析人员 就开始改口风 都未必真的要加半厘的 可能看完这个劳动力市场的 最新数据 会有部分是可能认为 只加4分1厘就足够了 那其实说真的 自从有了中央银行 联储局这些机构之后 就变成有有盈之手去干扰市场 所以现在就无论数据是好消息 或者坏消息 都可以相反地去解读的 结果也可以任意地 喜欢说升又可以说跌又可以的 那为什么呢? 例如举例世纪疫症大爆发 那当时逻辑上就应该说 经济受到重创 经济下行就必然影响资产价格 那怎料全球央行突然间就大放水 减息到零 就造就了历史上一次 鼓流上冲的黄金岁月 那当然中港就例外了 但是起码就是说 你硬是干扰市场 令到明明应该跌 你就扯到去大升 那现在疫情大致过去 那应该传统智慧就应该说 经济重拾上升轨道 谁知道中央银行就说 要打击通胀不停加息 因为是要加息加到去 就是衰退为止 那那个市场 就唯有被你压到贬 明明回复正常都被你打到残 所以你预测楼价、股价 这些股流债市 其实你都不是在预测基本因素 说什么供应需求的趋势 实际上你是在预测中央行、联储局 就是他们那种反其道而行的 所谓逆周期政策 的力度而已 所以有时候也挺无奈的 就是你估计不是第一的象限 你是在估计第二、第三层 就是估计联储局和央行 是如何去评估和回应 那个基本因素的数据 那譬如我用这个劳动力市场的数据为例 本来挺好的 他说有新增的非农业职位 31万1千个 比起市场预期22万5千个 是多的 那应该是好消息的 多了就业机会 但是这样就可以解读为 劳动力需求大增 你看多了这么多新增的职位 那就是服务业里面的劳工成本 有可能会上涨 那上涨劳工成本 就会令到通胀惡化的 那就需要加息的了 那就增加职位 变成坏消息也可以 所以消息本身 就应该是反映市场 是可以避免进入衰退 避免硬着陆是好消息 但是你再解读背后第二层 那个象限就是说 联储局可能会将它解读为 劳动力需求大增 从而令到服务业的通胀惡化 那就会要加快加息步伐 这样搞法 那就是联储局 是都要将好的经济势头 打到变成经济衰退为止 这样才可以按到通胀不升 那就变成好消息 要做坏消息的解读 另一个也是类似的 比如说失业率 它公布就是轻微回升到3.6% 那都是处于其实是几十年以来的低水平 低于4%都是自然失业率的 所以这个数据本来就应该是正常的解读 就是说失业率都开始回升了 所以就不是说找不到足够工人 但是它又不是这样解读 它说这个回升就不是真的有足够工人 只不过那些大辞职潮的人 多了出来找工作 所以劳动参与率高了 那么失业率就高了一点 这样可以解读 所以就说仍然都是劳动力需求 多过供应 其实你看到工资的上涨 其实都是轻微的 那个数据就说工资上涨出现 按月就是升0.2% 就低于预期的 那就挺好的 就是说人工没有升得那么快了 反映那个劳动力的需求 是开始放缩了 所以照计就应该是好消息的 但是呢 其实现在的市场就是任意解读 甚至乎有人做事都不行 是吧 因为他获利呢 炒高炒低都不知道 谁说那句真 还有谁解读的才是真 所以这些呢 就会是正值 现在呢 就通胀在高位徘徊的时期 数据又互相矛盾都可以的 是吧 这个有好消息 这个有坏消息都可以的 而且呢 更加糟的就是 明明是好消息 你可以把它解读 第二层叫做坏消息 明明是坏消息 你又随意解读 变成好消息 变成呢 也不知道呢 你听了哪个分析之后呢 就会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讯号 都不行了 所以在这一段呢 非常资讯混乱的时期呢 风险又是较高了 那么传统上高我们都理解了 央行啊 储备局啊 他们呢 通常都会是非常审慎的 那所以就会通常是 加息加过聋啊 减息减过聋啊 加息减过聋啊 加息减过聋啊 都滞后啊 这些这样的情况 那今次都可能会是 加息加过聋的情况了 那我们就不如等下个礼拜呢 是CPI数据出来呢 再跟大家解读 好 今天的号外到这里 拜拜